河南浦阳县一个路边的加油站,周三十八日下午四十三十分左右突然发生爆炸,导致五人受伤,多车不同程度损坏 河南浦阳县急半通报称,伤者主要被烧伤或遭震碎的玻璃割伤,所幸经送院后均无生命危险 意外原因是施工导致天然气管道破裂,气体泄漏引发爆炸 从网传影片可见,爆炸发生后,油站被浓烟笼罩,周边一片狼藉,大量杂物飞到旁边的马路路面 期间两名赤裸上身的男伤者匆忙跑离现场 有知情者透露,爆炸是有民众在加油站内使用手机扫码付款而引致,造成四人死亡 事发后,当地政府部门否认爆炸依手机扫码付款引起 据悉,由于高强度的手机信号与加油站的电脑设备发生感应时 瞬间,深的电子摩擦有可能点燃汽油,路内地油站过往普遍禁止使用手机 但随着行动支付日益流行,加上扫码的感应时间较短 产生的电磁波功率较低,不取多油站以封设这种付款方式